儿子 那王爷给你介绍了对上 你去看看去 不去 你说你这都多大了 还不走对上 你让我这个董事长的脸忘了哪个 哎呀 我谈了一个呢 谈了一个 多少时间了 你咋不说呢 啰啰啰啰 啰啰啰啰 就谈了两个月呢 那姑娘叫什么名字 多大了 叫刘大美 二十五了 行了 妈 不跟你说了 把我叫回来就为这么点屁事啊 我这好哥们儿还叫我出去玩呢 走吧 哎 你说你这孩子 喂 小花 你哥最近谈了个对象 叫刘大美 你去给我查一下 他家住哪里 最好把他的照片 发我的手机上 嗯 就是他呀 应该就是他 来了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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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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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大妈 这是怎么了 是晕倒了吗 万一是个碰瓷的怎么办 要过去扶吗 不过看这样子也不像 算了 扶起来再说吧 大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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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姑娘 你扶我一把吧 我高血压犯了 好 小心点 哎 大妈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啊 不用不用 那你在家在哪啊 我送你回家吧 我家 离这儿老远了 啊 那你怎么会来这儿呢 我和家里人 闹了点矛盾 就来到这儿了 哦 这样啊 小姑娘 我从家里出来得急 手机和钱包都没带 你能不能 借我五百块钱啊 哦 哎呀 算了吧 算了吧 你能扶我起来 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哎 我看着你 也挺为难的 就让我这个老太太 自送自灭去吧 大妈 你先别激动 别激动 我看你也不像坏人 这样吧 我借给你五百块钱 大妈 给 小姑娘 你真是好人啊 谢谢你了 大妈 别客气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啊 赶紧回家吧 别跟家里人吵架了 哎 好好 还是好人多 哈哈 看来我儿子这次的眼光啊 还真不错 嫂的这个女朋友 不但长得漂亮 心底还善良 我非常满意 今天做了一件好事 真开心 给我男朋友打个电话 跟她说一下 喂 浩东啊 媳妇啊 怎么了 我今天啊 在小区里碰到一个大妈 跟家里人吵架 跑出来了 晕倒了 我就把她扶起来了 哎呀 是吗 媳妇啊 你的心啥可真好 你知道吗 她临走的时候 我还给她五百块钱 让她赶紧回家 跟家人团聚呢 媳妇啊 我感觉你做得非常对 就应该给你点赞 人人啊 都应该献出自己的一份爱情 浩东啊 人家给了她五百块钱之后 手里一点钱都没了 行 我一会给你抓五百块钱 五百块钱哪够啊 人家还看好一个包包 而且化妆品也都用完了 你最起码得给我打两万 还有点吗 呃 那行吧 我一会给你转过去 你最好了 你最好了 喂 儿子 什么事 妈正常找你呢 找我啊 找我啥事 这次啊 你谈的这个女朋友啊 很不错 妈非常满意 妈 你可拉倒吧 你又没见过 哼 你就别管了 好好的冲下去哈 妈 妈 这是啥 我要买点东西缺钱 你给我抓五百块钱 给我抓五百块钱 给我抓五百块钱 啊 行 看在你给我找的好儿媳妇份上 一会儿啊 我就给你转过去 这个欢笑子